我们再看底下 为众开法章 广施功德宝 佛菩萨来到世间做什么事情呢 这两句话就可以表达得很清楚 他们是为众生开法章 普遍施于功德之宝 下面再讲 为众开法章成上而言 前面教导我们 闭塞诸恶道 悉令出生死安也 通达散去门 弦令登涅槃安也 所以每一尊佛呢 都是这样一个教学的目的 要使我们能够快速地 出离生死轮回 并且呢 他们还把宇宙的真相 全都给我们讲清楚了 诸位同修 大家有没有把《大藏经》 从头到尾念过一遍呢 为什么您不去念呢 您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没空 请问真的没空吗 怎么您喝咖啡也有空呢 跟人家聊天怎么有空呢 在外面散步怎么那么有空呢 是不是 把时间挤一挤 安排一下 一步步地读 《大藏经》不就慢慢就把它读完了呢 这么好的法宝不去学习 还在留恋世间这些物欲 这都是什么 不了解佛法是真正的宝 那我们今天学习呢 因为寿命的关系不长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做到 把每一部经都去学 每一个法门都要去了解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 我们只能够怎么做呢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最简单 最简单的就是直持名号 求生希望净土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 闭色诸恶道 我们用一句符号 把所有的恶业的因 都能够把它断除 我们晓得 这个恶道是不能够去的 但是现在照着恶道的因的人 比比皆是 你看社会上 有多少人真正做到 孝替忠信 礼仰恥 仁爱和平的呢 太少太少了 现在是人模人样 实际上怎么样呢 当年左秋名就说过一句话 人弃常 则妖心 那个常就是武常 人亦理自信 不肯去奉行 不肯去奉行 这个人就不是人了 他是谁呢 他是妖魔鬼怪 那这样子他将来 要到哪里去报道 统统都要到恶道里面去 这是佛呢 觉得众生的很可怜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下定决心 避设诸恶道 同时呢 要通达 散去门 别人不肯做到 五轮五常 四为八德 我要去做 别人不肯去奉行 三规五戒十善 我愿意去做 再说说多一点 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十大冤亡 我自己要发心 我肯去做 那太好了 我将来呢 决定有把握 可以了托生死 升到极乐世界去 到达极乐世界 您就有能力 到驾慈行 再回来 普度一切 跟你有缘的大众 不光是这个娑婆世界 所有诸佛刹土里面 跟你有缘的大众 您通通都能够 去帮助他 我们现在想要 去帮助别人 那也看自己 有没有这个本事 对不对 没这个定会 您想去帮人家 真的在帮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自生烦恼 一生烦恼就退转了 不像这些大菩萨 那是绝对不会退转的 所以我们先升到极乐世界 然后呢 再来普度一些众生 后面再讲 为实现此愿 守须开示佛之之见 故云为众开法障 虽然这些话呢 是讲的法障菩萨 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学 为什么 我们学习无量收金 只要您懂得一段经文的意思 就到处跟人家讲 甚至于懂得一句经文 您也跟别人说 尽量劝 尽量的呢 帮助大家回头 令众误入 倒归极乐 就敬菩提 故云 广施 功德 宝也 这个范围就大了 这个众啊 就包括 九法皆众生 哪些呢 这里还解释一下 他包括菩萨 圆觉 声闻 与六道 一切众生 这当然就包括我们大家在里 开则 是开佛之见 佛门有个术语 叫开示 开示不容易啊 那个开是什么呢 是打开觉悟之门 是呢 是指示 是做出一个榜样 给大家看 所以开是言教 是呢 是属于身教 您觉得哪一种更加重要 身教 古人说得好吗 光说不练 那是假的 那不是真学佛 真正学佛是什么呢 既说 也把它做到 所以古大德说得好吗 这清凉国师说 能说不能行 国之师也 他可以当国师 他说的没错 只是他没做到 能说又能行 国之宝也 国宝啊 我们好可怜啊 既不是国宝 也不是国师 所以我们学佛 真的 距离古大德的标准 相距甚远 应该要勤奋努力 得ax wt apo